由嘉义行善团出资重建的花莲市农兵桥 从7月15日开始封桥进行重建工作 而为了了解目前的施工状况 在12号上午,嘉义行善团第八届的理事长 协同现任理事长是来到了现场视察 那么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公所会负起相关的监督责任 与建造单位一起来协助 期盼这个农兵桥重建之后 能为花莲提供安全通行的桥梁 嘉义行善团第八届理事长徐文志 以及现任理事长蔡万华 在12号上午一同来到了花莲 视察农兵桥重建工程的施工情形 花莲市长魏嘉贤与主任秘书徐国成 建设客长欧美华 也特别来到现场 由施工厂商说明桥梁的设计 以及各项规划细节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桥梁终于可以开始来重新来做一个动工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在工程的期间里面 一切都能够非常顺利 那花莲施工所的部分 也会负起相关的一个监督跟建造的部分 来协助嘉义行善团在施工的过程里面 一切都能够顺利 那我们在此代表花莲市的乡亲 谢谢嘉义行善团长期以来 对花莲的一个关怀跟协助 那我们会把这座桥做到我们民众满意 那也希望能够方便未来民众来去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桥梁 即将卸任理事长的蔡万华表示 徐文治理事长拥有建筑师专业 对于推动嘉义行善团各项制业 具有相当大的注意 他也指出农兵桥是嘉义行善团 在华莲新建的第四座桥梁 将近有百米长的桥梁 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工程 也因此对于桥梁的规划设计是非常重视 这种桥梁在行善团来说就是主于大型的桥梁 那像这一座的将近一百米 李万华衔团我们的能力 可以做这个桥算是大型的 但是目前我们行善团的造桥经验 我们已经造了618座了 所以这些事先的准备工作都非常的顺利 未来我们行善团这边所完成的这个桥梁 不仅是结合我们花莲在地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我们也能够让嘉义行善团 这种结善园做善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能够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设里面去 由嘉义行善团出资改建的农民桥 其桥梁主体工程总经费为4500万元 将会把原本6.5米宽的桥面拖宽为10米 并会配合河川治理计划及公路设计规范 改善河道断面的现况 预计会在民国111年的农历年前启用通车 而目前的施作仍然需要等待自来水公司 先把旧管线迁移到其他地方 才能进行桥梯的打除工程以及后续工作 记者 许黎晴 花莲室报导 跟 bowel 沛家资金额有些勿生